小姐你好 这是我们泰伍香有机栽培的好咖啡 泰伍咖啡 欢迎试喝看看 目前喝的都是由这个手冲的萃取方式萃取出来的 影片中的女主角是泰伍的咖啡店长 在一次旅行中喝到泰伍咖啡觉得特别 于是展开一连串的咖啡之旅 小姐今天的咖啡还可以吗 你不是早上的 我叫查马克 我早上都在那边的咖啡园帮忙 那下午在那边打工 在过程中他遇见了从事咖啡事业的在地青年 也就是影片中的男主角查马克 他除了带女主角认识泰伍红咖啡 也带他看见泰伍香排湾族的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从事咖啡事业的查马克表示 泰伍咖啡的好不只是地形气候适合 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孕运出了特别的咖啡 我觉得啦 就是咖啡如果透过我们自己原住民的特色 去推出去的话 它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意义这样子 找到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最主要他就是说他本身就已经投入了 对这个咖啡的概念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呼吁我们年轻朋友都能够回到部落来创业 喝咖啡的都是集中在中壮年到青少年这个年段 所以我们希望融入他们的喜好 所以就把这个咖啡的行销用微电影的方式来呈现 泰伍香拥有有机认证的农户总共有11户但多是中老年的农户缺少年轻人的加入 相公所希望为电影的完成 不只能推销泰伍红咖啡 也能吸引青年人回乡参与咖啡产业的行列 接着巴朗屏东泰伍参访报道